这样这样 第1个 default进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run run了之后就可以做 当然一般user他只能够看 看到详细的内容 一般的user是这样子 第1个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那个管理者 我可以透过这个地方进去 那有的 有的user很 很 莫名其妙 因为发现其实 有些网页像我看那个论坛里面 点阅率最高就是那个不能看的东西 人家最好奇最想点 就像这种页面 一直try一直try 那就把你那个IP列为黑名单 就直接让你不能登录 之类的 他就try arrow 一直try一直try 甚至还有 还有人会用那个sendkey的方式 其实sendkey非常好用 你就只有一个那个 一个 你只要有个user name和password的一个资料库 他就可以一直send sendkey就是丢这个 他就一直丢 他就模拟键盘 你只要把游标放在这里 他就一直模拟键盘 一直跑 一直跑 用那个 vb vb单列的都可以做 那像我有的时候 就是说会串联好几个层次 比如说我们每天 固定的那个rutine的工作 那 开同样的软体 做同样的事情 有没有 其实都可以透过那个vb的那个sendkey sendkey加上那个有一个叫 把share is cue 就是说你要叫某一个程式出来 叫出来之后呢focus在上面之后 你就可以sendkey上去 然后一直反复去做 并且可以把它关掉 那个功能真的蛮方便的 你可以做自动化 所以 今天那个 在学习天上部里面问的那个问题 他主要就是要做这些 因为每天做什么事情 真的很麻烦 如果有一个sendkey的程式 要按一个sendkey 你会看到程式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而且vb里面还有那个 有的时候你程式跑太快了 他还可以 先暂停 先不要做 等到时间到再继续做 方法很多 很有趣 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 进来之后 登录进来之后 看到这个画面 那你可以尝试 第一个怎么发布消息 发布消息 发布这个好了 看起来比较不一样 这个 这个跟这个一样 然后类别的话 类别随便 最新消息 发布 出来了 OK 好 这过关了 发布完成 接下来的话 删除 按删除 进来之后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一笔资料删除 删除 又是Data 又是Data 真是讨厌 这个应该要把它更新成Service Tag 1 光改了Data就浪费很多时间 应该知道怎么改了吧 改到现在 那改完之后他就会删除 删除之后 一样 Update也是一样 关了Data 对